你上司向我求和員 你也沒有辭職 我當然不辭職 堅持嘛 我當然不辭職 不是 不是 第一就是 事實上 很多人會有這個心態 就是出於政治現世的考慮 跟著就沒有運行 那你為什麼要相信 做事就是單靠一個 上司的 恩賜來的運 那你就太天真了 做事是這樣的 做事的現實是這樣的 但是你一辭職的時候 我當時就是沒有 我堅持 我完全明白那種心態 因為出於政治現實的考慮 辦公室政治現實的考慮 你拒絕他 因為他會覺得瘀 還有他會覺得有件事在你手上 你握著他的黑材料 他就會覺得有間隔 多數上司都有老婆 沒錯 上司通常都有老婆 通常有老婆 才會去功接 溝一下美女 而且表面像是一個很好的住家男人 通常是這樣的 因為男人到了某個年紀 目瞬 arma 所以我不知道你是否未老才會失敗 所有人都是追求年輕人的 什麼話? 沒有理由 但是我是年輕的時候 不會有人說我追求年輕人的 你明白嗎? 就算我現在小弟 人家都不知道會不會追求年輕人 除非他還未成年 我現在追求的 那些人就變成婚內情 那位已經是另一個課題 但是 到了某一個年紀 就會特別覺得年輕人是吸引的 學九把都說的 要奪回青春 要奪回青春 那些年 初戀啊 但是很多人都會出於這個考慮 所以就覺得這次大了 有兩件事 第一就是 他不會拒絕 拒絕的技巧未必很好 但這又不完全是歸咎於一方 因為有時候你要看那個是什麼人 你看那個是什麼人 那個是癡漢的話 你就很難拒絕技巧 又是樣子如何 不是 他有多拒絕 他應該有多拒絕 如果他跟你是暗示的話 那你就暗示了 但如果不是 他說他忽然間 他忽然間在辦公室的例會 送紮玫瑰花櫃 那有不同 如果他有這樣的吉士 做這些事情 那我會給他幾分 但通常就不是這樣的 通常他就不是這樣的 通常他就不是這樣的 通常他就在工作上 首先就是給你一些 好像特別 多一點點的優待 或者是特別 有些不同 你要的要求 各樣的事情 你的要求都不是不合理的 但他會快點幫你做 各樣的事情 諸如此類的 或者是之前 有些什麼 可以不一定要幫你做的事情 他在這裡的時候 幫你做的事情 但通常都很濕碎 很濕碎 待會就走過來跟他說 羅雲 這篇太默 不要告訴別人 我講一個真的 然後走了 我講一個真的例子 回頭一笑 以前有一個老闆 走來買一部咖啡機 放在辦公室 然後走來跟我說 你看我對你多好 就是這些 大家沒有份用 但其實大家都有份用 然後他就說 你看我對你多好 然後就走去 跟剛才一樣 已經很好的 他真的走過來 在你的衣室旁邊說 你看我對你多好 然後他就走了 一定是 恭喜施勇 於是這樣 是不是求愛 他對拉筆可以鬥 我只不過對員工好 最主要是 有個位置 讓他自己鬥 於是這個過程 去醞釀一段時間 搞到做B型被追的人 你又不可以直接拒絕他 因為他沒有直接跟你說 他就是想避免這些 經常說 快點 如果有些人 你明知他對你有好感 快點出聲說 說完我就可以直接拒絕你 對不對 但他又不說 不說就拉下拉下 這些情況 其實他是騷擾你 他都在做事 但最後來 如果事情變得更糟糕的時候 都是那個女生辭職走 嗯 這個就是 我生產而已 就是這樣說 辦公室正是這樣的 其實辦公室一定會有這樣的 因為其實 香港的職場 香港的職場 現在來講 很多時候都會是男上司 在很多辦公室都會是男上司 當然男上司多數都是色色的 多數都是色色的 而且他們 尤其是如果你是做辦公室的話 所有的男上司都是看AV的 他們對於 我上班的時候 他們對於秘書 是有一種古怪的幻想 有一種奇異的幻想 但我不是一個秘書 他會把你歸類成為秘書 你穿短裙當然是秘書 那不是你職級的問題 你打扮的問題 你打扮是有秘書 用OL這兩個字 對於OL 對於OL是一種神奇異的幻想 對於 他忽然間會把一個沉悶的辦公室 的世界會忽然間變成冒險的女生 對呀 通常看到女生比較幼 就當他是秘書 對呀 很奇怪 是會這樣去思考 這個當然是 這個就交給平基會去處理 當然是 在香港辦公室裡面 是有很多這樣的情況 超多 而在政治現實裡面 有很多人去接受了 要去辭職 這個也是無可厚非的 但其實 首先就是 我覺得 首先就是 不要那麼容易妥協 但那個不是說 從你的角度出發 我覺得你的說法太天真 對呀 我很天真 對呀 你相信自己的工作能力 認為在辦公室裡面 很支持 對呀 你反而應該這樣想 你應該這樣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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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生得這麼漂亮 我去到哪個辦公室 都會面對這個處境 對呀 很煩呀 難道我到處都辭職嗎 難道我到處都辭職嗎 對呀 你要有吉祥有霸氣 漂亮 是一種負擔 漂亮是最多 我不想的 你明白嗎 你早上照鏡的時候 開禮會的時候 我就是 不好意思呀 太漂亮 帶來給大家這麼多麻煩 你早上照鏡的時候 今天又是這樣 又是神彩飛揚 我都很無奈 然後你走出門口 你要有這份視覺 假設你 如果有人追 你現在有人會遇到這些情況 你當然是會有人追 你會有人追 全部都結婚 追你的人裡面 就很多時候是上司 因為上司是最有空的 上司是沒有事做 對呀 你明白嗎 還有最多資源 我講了粗口 哈哈哈哈 我講了粗口 你想起這些男人 都是要講粗口 他有多資源 有多時間 對呀 上司是最容易追求女 因為他沒有事做 他沒有事做 但他沒有事做 他又不能離開辦公室 他唯有在一個被困的空間 就在裡面覓食 對呀 然後他能夠動用到的資源 就是那些片塔 紙 咖啡機 咖啡機 這些東西 這些東西 然後他就運用他的影響 動用這些資源 是很無謂的 但你要明白 任何辦公室都會遇到這些 我是很神奇的 我想說 我工作那麼久 我工作那麼久 我跟親都是女上司 是啊 我跟親都是女上司 我跟親都是女上司 不過我沒有遇到這種情況 我沒有遇到這種情況 但是 反而你說誰和你 你第一 你第一就是 首先 你第一就是 你 其中一個方法就是 你要成為 很能玩這些關係的人 因為 正如駱韻所說 就是 他是不會說出口 是啊 他是不會說出口 這個是最 key point 他不會說出口 那個說到沒有 又是霸氣的問題 如果你沒有霸氣 你就會覺得 糟了他騷擾我 我怎樣處理好 你要霸氣 你要明白 唉 觀世音終於下飯了 原來我就是觀音 他是我的兵 你明白嗎 你不就當收了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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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明白嗎 你不就當收了兵 他對我愛慕也是沒辦法的 因為這也是人之常情 收兵 當你的上司去他 對你作出這種求愛的時候 你要諒解他 真是無奈 因為你自己真是索 你明白嗎 你明白嗎 你要體諒他 你要體諒他 他也是被迷惑的 被你的美式迷惑了 你體諒他 沒有辦法 給你一些機會 你幫我做事 然後你三點就走了 我有事先走 然後走出去 對呀 那你也可以變成一個打工女王 另外就是 你要明白 如果不要每次都辭職 你要明白 去到哪個辦公室都是這樣 Exactly 去到哪個辦公室都是這樣 唯一的分別就是 老闆的樣子不同 那選個英俊一點 你不要說 他們的樣子都是差不多 你生年了 你生年了 這個差不多 你有沒有勾氣 超無奈的 你明白嗎 全都是一個樣子 頭髮又中間 偏左一點 很激動 我沒有髒口 我明白的 但為甚麼呢 你不要以為 你去到一個辦公室 突然撞到老闆 他的樣子變成陳管理 是不可能的 全都是同一個樣子 陳管理就直接問你贏不贏 通常不會 他們不會想像陳管理 因為會玩這些遊戲的人 為甚麼不會是方忠信和黃德斌 為甚麼是黃敏德 為甚麼是黃敏德 為甚麼是在公司吃 因為他們通常會 不是 你又搞錯了 他們是會在公司吃的 外面又吃 公司又吃 因為有吃不吃就最大惡極 沒有人嫌吃得多 有吃不吃就最大惡極 但是呢 一個吃得多東西的人 他會吃得有技巧一點的 他就不會拿杯麵來追求你 你明白嗎 即是他養生的 首先他拿杯麵來追求你 你不會覺得 你不會覺得 你會覺得自己想多了 你會反過來 你會覺得自己想多了 你明白嗎 他也是想做過 他也是想做過 他也是多了杯麵 他也是多了杯麵 因為八街買了一送一送 其實當時 其實完全是關照樣子的事 為甚麼一出現這些 求愛不遂或騷擾的情況 就一定會讓羅韻聯想到這個樣子 但當他不是這個樣子的時候 那件事 那個Storytelling的方法 已經完全不同了 你明白嗎 他現在是一個王韻德的時候 那我就不會說他騷擾我了 說到尾 然後你又說 他也有老婆 但他老婆一定不了解他 沒錯 一定是不明白 他老婆一定不了解他 一定是沒有性生活 當年肯定是政治婚姻 他年少無知 各樣的事情 他現在都叫他離婚 好像拆散別人家 但他真的從來沒有戀愛過 這個男人 你會覺得這個男人從來沒有戀愛過 是不是 就是要他知人 是啊 所以是這個情況 你說到沒有 是要有霸氣 你明白嗎 要有霸氣 當他出現一個這樣的樣子的時候 那你就要當他是兵 你要當他兵 所以我 你將自己變成打工女王 也是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唯一的出路 是啊 但你又不要轉入一個思維 就是說 我不理這些東西 我用我的工作能力 去對抗那件事 對抗不了的 不過我想說 在甘乃威這件案子裡 有一個重要點 他就是等他開會的時候 打敏的時候 拿這個藉口來 炒他的 這是經常用的方法 就是那些老闆知道自己 有痛腳被人抓住 他就等你有一天做錯很少的事情 就用那個位置來進來 但你被人炒就不是你的問題 我們現在討論的就是 沒有自己辭職 因為他被人炒 就說他工作有問題 他得不到賠償 這裏有一點錢的問題 那倒是 那倒是 而他最後說 為什麼他去找譚香文 就是因為他覺得 只是無理 或者找了一個很少的東西 你進去 其實今天他也是等一個機會 你推走他的 好像不是他找譚香文 譚香文找他的 他找他的 是嗎 他找譚香文 蘇虎 就是蘇心星 蘇虎好像在當場 但他沒有想著譚香文 會爆出來 那譚香文後來可能覺得不妥 就幫他出頭 趁機 這樣是出頭 出風頭 出頭 出頭 不是出風頭 現在我看不到的 放心 這個很小心 黨派的關係我很清楚 你不用拋我 我告訴你 不過我告訴你 金威 我現在撇除了 人民力量和民主黨 我現在想 譴責他 我不譴責你 我決定 深切同情你 金威 對蘇虎的師妹好些 你不要慘我師妹 告訴你 要不然我來追擊你 追擊你一萬年 你去追擊他 你9月出選的 不要亂說 不要亂說 亂說這些 但其實辦公室 因為辦公室的戀情 是很隱瞞的 很隱瞞 因為在一個籠裏 我是很不鼓勵 別人在辦公室 去沉默這個愛情 你不說是沉默真 你才是 不是 通常結果都是一鍋泡 對 通常結果都是一鍋泡 因為你會 你會把自己的感情 把工作炒一碟的時候 就不是一鍋泡 而且你很少在AIG 這些公司工作 通常你的辦公室很小 是 通常都要共用panchy 你知不知道 得到得到 又這樣說 如果你不是一個 共用panchy的環境 你根本就發生不到感情 你不是近水流台 你怎會容易追擊他 又說回香港男人的問題 積極型進取 會越洋出擊的男人 基本上是很少存在的 好像我這樣 越洋出擊 不是說去追擊鬼妹 是你過去對面海溝女 你都覺得很艱難 很少 很少的 你有沒有發現 全部都是就手 基本上是就手出擊 不就手的事是不做的 是很神怪的 所以有些人 譬如我以前 我以前經常搞party 有些女生說 為何我經常都沒有男朋友 很明顯就住在屯門 你不就手 很簡單 你不就手 你就手就可以了 就手很多人 所以阿蘇現在很慘 朝朝來陪我們 不知道幹什麼 他現在處於相當不就手的狀況 還要跟我們隔著玻璃 感覺上好像我們困住了 其實是他被困住 因為很大劑 所以就手是很重要的 絕對是 而且老實說 會搞下屬的上司 怎樣說 我不會這樣說 水準也是差不多 台劇那些很漂亮 水準也是差不多 因為實在是太就手 我們從而可以推演一個男人的質素 第一 你已經是就手 已經是貪就手 而且會去玩那種辦公室的上司對下屬的調情關係 就是很喜歡 其實是貪小便宜的人 通常會這樣做 所以他們通常都不是做大事 因為通常溝女是涉及資源的 當然啦 如果做節目 我會跟你說 其實心思可以彌補一切 但真相其實是彌補不到的 資源是很重要的 資源是很重要的 但為何會這麼多人喜歡玩這種辦公室上司下屬 因為他是在用公家資源來做私人事 對呀 很少家 我實在是太有經驗了 對於這些 跟公私人事一樣 對呀 你覺得他對你很好 其實他是在用公司的資源來對你好 他是自己一毛錢都不用付 或者是他一些心肖都不用付 他只不過是在工作上 去用那些方法 給你一個假象對你好 其實他在用的所有東西 他都不是在動用自己的資源 對呀 所以其實是又少家 又不敢冒險 又貪就受 通常這些男人 認真這麼說 通常都是做不到大事 對呀 做不到大事 就很喜歡去搞這些東西 對呀 一有大事的時候 為何他又不敢跟你說清楚呢 當然他當然要給一個委登 自己去退回 甚麼都不關自己的事 那你想一下這些人怎麼做大事 連這樣的吉事都沒有 對呀 這麼難 有老婆又喜歡女生 就告訴女生 我是有老婆是喜歡你呀 又不敢說 對呀 那倒是呀 有老婆都可以喜歡很多女生 這麼難 你是民意的代表 有老婆都可以喜歡很多女生 你代表一部分男士的聲音 他很堅決 他很堅決 私人恩怨 私人恩怨的問題 當然 但我要澄清一件事 我就 完全不支持 個人做的事 你是不知道 不知道 不知道 不明白 即是你說在辦公室裏面 不是呀 分愛情 分愛情 因為我老婆正在聽 對呀 了解 當然 在節目最後要重新一次 我是沒有分愛情的 不知道 不明白 不理解 好 我們今天節目時間差不多 明天7點半 繼續早朝天 拜拜 拜拜